于成龙在雅鼠款待钦差,向他汇报了直立省栽荒的情况,钦差凭着直皱眉啊,他知道于成龙说的都是实话,因为一路行来所见所闻亲眼目睹啊,这且不说,于成龙请他吃饭,吃的什么呢?那叫饭嘛。 康熙皇帝来吃面条,那是上等的,这回面条没了,全是那鼠壳子磨成了粉,熬的糊糊粥,黄不黄,黑不黑,瞅着就发怵,里边撒点咸盐面,请这钦差喝。 余成龙说,现在只好以这个渡过灾光,就吃这个吃不上的人是大有人在啊,钦差大人,请你将就吧。 这钦差一看,这钦差一看,制作牙花,这也能实用嘛,啊,可以实用。 余成龙说了,我小的那时候在山西,经常发生凉荒,我家里也吃过这个。 哎,没凉的时候吃着很好,不信,您尝尝,哎,这怎么个吃法,就端起碗来,像喝水那样的喝。 啊,啊,余成龙心里好笑,连这都没喝过。 你在京城真是养尊处优啊,哪知的下层百姓的干苦,不喝也得叫他喝。 啊,余成龙也盛了一碗,请,请,余成龙告诉他,就这样喝,嗯,您尝尝吧,哎,哎,钦差也端到嘴边,吸了了一口,又苦又涩,还咳牙呀。 这碗是人吃的嘛,想要吐,当着余成龙的面,不好意思,想咽,真难咽呢,在嗓子眼儿打磨磨,嘚,最后一狠心一沉脖子,咽下去了。 偷眼关桥,余成龙喝得挺坦然,喝完了,叫苏超清,又给盛了一碗。 余成龙还让呢,钦差大人,是不是再盛点,呜,饱了,饱了,哈哈哈哈,嗯,好喝,真好喝,那叫好喝嘛。 哎,没着良心这么说的,草草的吃完了,余成龙跟他说,请钦差大人,上夫皇帝,不能耽搁了,速速的震灾,每天饿死的灾民无数,打磨一天得多死多是人呢。 哎,知道了,知道了,我现在就起身回京,面奏天子,钦差走了。 你说,再回去汇报,再拨粮,再拨钱,那也得歇日子。 余成龙始终就没闲着,两眼望穿,终于在一个月之后,粮食,银子全到了。 余成龙大喜啊,率领文武官员,把这银子,粮食接手过来,马上开会部署,哪里灾情最严重? 哪里的鸡民最多,这是重点,让他们纷纷汇报,如实的禀报到寻福衙门。 余成龙不放心,亲自坐镇开仓放粮,他到各地去视察呀,离开了上古,先到房山,又到吴清,又到永清,又到宝底,最后一站到唐山。 唐山县的支县叫周振山,听说巡抚来了,列队应接。 余成龙首先询问,唐山镇灾情况怎样?周振山是个干员,如实做了禀报,把花名册呈上来。 余成龙马不停蹄地看了又看,周鹏设在何处? 本县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外都有周厂,高达周鹏,在那阵迹灾民,可曾发出布告,都通知了,家喻户晓。 咱们到周鹏去看看吧,就这样周振山陪着巡抚大人,来到周鹏这儿。 余成龙一看,好啊,灾民都排着大队,邪男带女,扶老邪幼,一个个骨瘦林林,跟活鬼差不多呀。 看来,什么最重要?粮食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?人是铁,饭是钢,一顿不吃饿的话,说金子之前,钻石之前,到挨饿的时候,那边能治饱吗? 不好使用了,得富裕的生活,想装饰了,买它行,它值钱,看着那粮食不值钱,到了关键的时候,不吃行吗? 说国家许备粮食,这是至关重要的。 余成龙是深有感触啊,有时候啊,帮着在这儿放粮,承舟,苏朝卿往往袖子干得更昏, 只先一看巡抚大人都伸手了,自己不能看热闹,把官架子也放下来,在这儿维持秩序。 余成龙发现有个妇女,能有五十岁左右, 看衣着打扮,比旁人强得多,看气色,脚黄,气色不怎么挣,手里拿着个瓷盆也来打粥。 余成龙怀疑啊,怕有人冒领,战绩灾民不是人人有份, 国家有规定的,家里有钱的不带瓷利,能自食其力的不给,家里有强壮男人者不给,专门镇绩老弱病残,是这样的。 那不是说摸摸脑袋就是一个,大锅粥随便吃,那不行,那得多吃粮食,有很多人都得钻空间。 余成龙看着可疑,让人把这妇人就叫过来了, 这妇人一听官叫他,就有点害怕,赶紧跪在余成龙面前, 他也不知道余成龙是谁,这官有多大。 余成龙驾的起来就问,哪里人是, 问你哪儿的人, 我就是北关外的, 哦,家中有什么人呢? 我丈夫早年死去, 我,我, 你说我怎么说,要你实说, 要我实说, 我现在也可以说是一个人, 也可以说是一大家子, 余成龙一听,这叫什么话呀? 有儿有女吗? 有跟没有差不多少, 嘿, 这叫什么话呀? 究竟怎么回事? 老爷, 你要问哪, 我太伤心了, 我有两个儿子都成家立业了, 虽然说现在是灾荒之年, 他们可没断顿, 都能有吃有喝, 可俩儿子谁也不养我, 推过来推过去, 所以方才我说, 说我一个人也可以, 说我一大家子也行, 到了现在, 我孤苦令病, 无依无靠, 故此我又说是一个人, 你俩儿子为什么不养活你, 哎, 天呐, 天生的逆子从小就不学好, 我容易吗, 给他们拉扯成人, 让他们成家立业, 到了现在, 连娘他们都不养了, 虞成龙最听不得这个, 那你因何不到官署去告他, 老爷, 官署那是管大事的, 像这种事哪能管得过来, 哎呀, 糊涂至极呀, 父母官, 父母官, 就是人之父母, 大智杀人越祸, 抢劫强奸, 小智痴痴呵呵, 无有不管啊, 你应当告他无奈不孝, 官府自然干预啊, 嘿嘿, 看来怨你呀, 虞成龙说的扁手, 把支县周震山叫过来, 叫他拼他, 周震山的脸就红了, 他就是父母官, 在属下出来这种事, 脸上无光, 是是是, 这一夫人, 你姓什么, 我姓陈, 哎呀, 你早就应该到我的县衙来禀报此事, 你这俩儿子, 这真是可打不可留啊, 诸服可恨, 万恶言为首, 百善笑当头, 连母亲都不孝顺, 跟禽兽合一样, 虞成龙吩咐一声, 把他俩儿子给我抓来, 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们, 差人按着地点抓人去了, 虞成龙深感同情, 所以也让他领了舟, 然后告诉他别走, 当着你这面, 我教训你儿子, 让他们养老送终, 夫人是千恩万谢, 虞成龙啊, 真累了, 腰酸背痛, 多数日子不得安闲呢, 所以找了个地方, 坐下歇着, 只见, 在那忙活着, 过了好一阵子, 就听一阵人喊马斯, 把陈氏那俩儿子给逮了, 这俩人来了之后, 一看官在这儿呢, 急忙跪倒在地, 虞成龙先核实一下, 陈氏, 这是你俩儿子, 一点儿不假, 虞成龙把脸上忘卸, 一尘打亮这俩, 一个是个胖子, 一个是个瘦子, 胖子高一点, 瘦子矮一点, 虞成龙最恨不孝顺的人, 一看他俩穿得也不错, 脸上也不带着鸡色, 没挨饿, 虞成龙问完了姓氏名髓, 这才问, 这是你们的母亲吗, 老爷这正是, 为什么不孝顺你娘啊, 你娘都断吹了, 吃不上饭, 言和不管, 喂, 老爷他是这么回事, 我家三口人原本也不富裕, 我让我二弟啊, 先养几天, 然后我再承担, 我二弟不管我来气了, 他不管我也不管, 老二说话了, 老爷明鉴, 他家有长子, 国有大臣, 我大哥都不养我娘, 为啥叫我养着呢, 这事不公平, 喝, 虞成龙一听, 你们还有理呢, 两个可恶的东西, 你娘怀胎十月, 一朝分娩, 把你俩生在这个世上啊, 哎, 你们现在成家立业了, 家成业旧, 把老娘抛到外边不管了, 你们情同情受, 猪狗不如, 我大清国朝以孝治天下, 你们懂不, 平常听人说过没, 万恶严为首, 百善孝当头, 嗯, 懂了, 现在明白了, 现在明白, 恐怕一会儿就糊涂, 不重则而等, 你们不能改, 来, 拉到图坡下头, 每人重则四十大板, 打, 哎呦, 当开的也恨, 把这俩人拖下去了, 大板子就轮开了, 啪啪啪, 我这把啪啪啪打了, 啪啪啪啪, 这玩意正好是, 那陈氏刚才那气挺大, 一看俩儿子受刑, 他又心疼了, 当老人的都犯这毛病, 赶紧扑过来就拦着, 趴在俩儿子身上, 哎, 认可, 替儿子受刑, 老爷别打了, 他们知错了, 老爷, 手下超声, 于成龙一听, 这是个贱人, 这犯贱的人有的是, 咱举个例子, 你就是献如今也是, 两口子, 丈夫打媳妇, 有人看着气不公, 过来拦着, 甚至有人打着这男的, 媳妇心疼了, 马上跟男的合而依, 来对付打人的人, 这事不常有吗? 于成龙一听着火, 就撞上来了, 吩咐一声, 把臣氏拖到一旁, 接着打, 于成龙指着臣氏的鼻子说他, 子不教, 父之过, 教不言师之断, 可见他们小的时候, 你是密乃不密, 才有今日, 你要教导有方, 何至于不管你, 你也要承担责任, 如今缺吃少穿, 这也是你自己找的, 你懂吗? 夫人连连称事, 在这一顿板子打完了, 两个人皮开肉站, 都站不起来了, 爬着过来, 大人, 你俩听的, 从今之后怎么办, 孝顺我娘, 把我娘劫在家里去供给吃喝, 你们俩不推脱了吗? 谁先养着, 老大说了, 我先养上半年, 老二说, 我养下半年, 你们俩光说我不相信, 周的人, 直线周震山过来, 马上把邻人找来, 他们的邻居, 给作证画押, 取宝释放, 如果今后, 你们口不对心, 不奉养老娘, 你娘告的衙门, 直线就给做主, 你们虐待一次, 揍你们一次, 虐待两次, 揍你们两次, 一直把你们打残疾为止, 懂吗? 咚咚咚咚, 下次再也不敢了, 这取宝释放, 于成龙心里凭痛快, 但是也很难过呀, 这世间上怎么就有这种事情, 你怎么开导, 怎么教育, 也有无逆之人, 其实于成龙想的事, 在我们中国宴席了几千年, 就到了今天新社会, 不孝顺父母的依然存在, 您看看报纸, 听听广播, 互相推诿, 不赛养老人, 打官司告状的事, 比比皆是, 他就有这么一号的人, 咱们先言少许, 于成龙在这忙活一天了, 快到掌灯了, 周震山于心不忍, 大人请多雅鼠休息, 咱们也该用饭了, 哎,好吧, 于成龙一看, 秩序井然, 也没什么事儿了, 鞭头同意了, 带着朝清众人, 赶奔县衙, 等进了县城了一看, 城门洞这干嘛呢, 这怎么没这么多人, 是打仗斗偶呢, 还是怎么的, 于成龙和周震山, 挤进人群一看呢, 闹了半天, 是个小女孩, 能有十三四岁, 站到人群的中间, 小女孩眼泪大大大, 大往下直躺, 头上插个草棍, 自卖自身, 那今天要卖什么东西, 插根草棍, 大伙就明白, 哦, 这是要出卖, 那个年月自卖自身者, 不新鲜, 于成龙就一皱眉, 这孩子太小了, 哎, 怎么自卖自身呢, 他家住的哪儿, 也遇上于成龙爱管闲事, 挤进人群, 蹲在女孩的前边, 孩子, 你叫什么名字, 我, 我叫小荣, 哪里的人, 我宣化府的, 哎呦, 可不近呢,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, 因何要自卖自身呢, 小女孩哭了, 气不成声, 我也没想自己卖自己, 因为家里贫寒, 人口众多, 吃饭吃不上溜了, 我爹就想把我送给人, 结果送给一个姓赵的, 这姓赵的口吐莲花, 说收我做义女, 结果不是那么回事, 他是个人贩, 倒手就把我给卖了, 卖给一个姓张的, 姓张的一倒手又把我卖了, 究竟倒了多少手, 我也记不清了, 最后倒给一个姓马的, 这不把我贩子这儿来出卖, 哦, 你不是自卖自身, 有人卖你, 正是, 人贩子在何处, 小女孩往四外一看, 人贩子一看, 我儿来了, 吓跑了, 找不着了, 刚才还在这儿, 这么转眼不见了, 哎呀, 于成文贩说, 这个人贩子, 是最可恶最可恶的, 这种人非得严惩不可, 人倒腾人脉, 你说还有人性没有, 充中余力啊, 这种人要抓住, 非得八匹草圈临迟出死, 不这么严行惩处, 看来不能绝根, 他派人找人贩子, 上哪儿找去, 人贩子溜之大吉了, 于成文只好把这小荣领进县衙, 这小孩儿还有点害怕, 不敢跟着去, 于成文乐了, 你怕我也是人贩子, 那我不认识你, 旁边有人说, 这是巡抚大人于成文, 这是大官, 还能骗你吗, 谁, 于成龙, 啊, 我知道, 我们本地人都知道, 说于成龙是个大大的清官, 于成龙乐了, 不错, 正是老朽, 这回你放心了吗, 那我放心了爷爷, 这小孩儿还真会来事, 扑到于成龙怀里哭了, 于成龙喜欢, 怜悯, 拍拍他的头, 拉着他的小手, 走吧, 先跟我到亚蜀, 我派专人送你回家, 你可愿意, 我早就盼着回家, 做梦我都想, 好好好, 跟我走, 跟我走, 哪有几个像于成龙这么爱管闲事的, 人世间的事, 管起来还有个头吗, 他就这么爱管闲事, 等到到亚蜀, 该吃晚饭了, 掌声登来了, 支线命人拿盆, 端了一盆面条, 打点肉卤, 这支线心里就支敲鼓, 心说这玩意不知道对路不对路, 知道这上级啊, 挑剔平大, 给好的吃他不吃, 给逮的吃拿不出手来, 就这面条, 搁点肉卤, 不知道对不对他的胃口, 等尝一大碗, 端到于成龙进前, 于成龙果然把脸沉起来, 呃, 贵些, 老百姓喝, 胡胡粥都喝不上, 咱们怎么忍心吃肉卤面, 嗯, 哎, 支线一看来声了, 就知道这上级极难对付, 哎, 大人, 您的年老体衰, 弱大年纪了, 您看看您瘦得成了一把骨头了, 卑职不忍啊, 特为关照下头, 给您做了点面, 这算得了什么呢, 您贵为巡抚, 吃点肉卤面, 这算过分吗, 哎呀, 周县令啊, 你要同情老百姓的疾苦, 你我算得了什么, 不, 雅, 哎呀, 怎么� burn,